哈囉大家好,我是蛙凱花啦,今天我們要來抽這個 褲鳥加倍200%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有友情點數的話,可以花掉喔 那我們就稍微的來為大家抽一下吧 那我們一時一時抽個200 200張,也就是20抽的部分 好,這是第一抽 我們抽到背包滿為止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邊 欸,等一下,這褲鳥 等一下,這是幾張啊 不會沒半張吧 兩張 最少好像有兩張對不對 一開始 啊,不要抽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一個一個抽,不然會沒有 要四個四個抽才有 好,這個錯誤示範 你看,一抽下來 什麼都沒有,史萊姆很棒 好 所以大家要抽的話,就一定要十張十張抽喔 如果說你的友情點數不夠的話 就留到下一次再抽吧 好,那我今天除了褲鳥之外 比較想要抽到就是 XYZ的那個 布,部分,零件 那可以練技能 欸,有Android 還不錯 之前十抽 之前放進有抽裡面的卡片都可以直接抽到 好,那我們再來抽一次 好,希望今天有史上最多抽的 呃,褲鳥 啊,有那個奧托 雪尾霞 欸,這抽好像蠻多不一樣的卡片 好 所以我覺得很麻煩的是 這種抽到小怪 另外,呃,這種抽很怕你的背包會爆掉 所以我在抽之前其實有整理一下背包 不然這個太容易爆掉了 但我希望 應該有 可以出一個素材背包式放 五星以下的角色卡 我覺得可以耶 這樣子抽到這些小怪 我們就不用再把它 額外的賣掉啦,或者拿去吃 對啊,我覺得可以另外分個背包啦 不然也蠻麻煩的 那背包一直爆掉 好,那事實證明 雛鳥好像也沒有說 到很誇張 我希望可以 有沒有人抽下來就是整個 全部都是雛鳥的啊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好像蠻難得 有金色的卡片是什麼 金色通常都是素材喔 素材比較多 對,好 三張 普通的數量 我這個有金點數有多少啊 剛才沒有仔細看 但是建議大家就是盡量抽光啦 這個 反正慢慢集都會有這個點數的 好,這些小怪真的是 讓我背包爆掉的元凶就在這邊 好,抽這個構成其實蠻無聊的 好想要一次抽50張喔 哇,抽50 抽50張 這應該可以開放更多的數量吧 喔,還有三萬多點的遊戲點 喔喔喔喔,等等等等等等 1,2,3,4,5,6 6張 最多欸 哇,一拉下來6張 哇 哇喔 這個,好扯 6張的機率 6張的機率 好 欸,喔喔有有那個部件了 太好了 還有大 大西瓜 這個還不錯 欸這一次還不錯欸 那個抽牆機率 到後面有點暴走了 有抽6張的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 今天有沒有辦法突破這個紀錄喔 噴噴噴噴噴噴 沒有 這個大概也只有 哇 欸4張還可以欸 欸這個機率 這一次 到後面有點不錯 前面有點爛 我們趁勝追擊 再抽多一點下來 銀色,銀色多一點就是開心 呵呵 好 銀色,銀色,銀色沒有 只有 兩張 最低最低就是兩張了 不會再少了 對 至少還有兩張啦 所以 如果說 假設我抽了 兩百張 其中會有 幾張 40張是 雛鳥嗎 好,我的數學 嗯? 欸 4張 可以 好,繼續抽 抽這個 過程有點無聊 我來講個笑話 沒有 沒笑話 笑話就是 新的北歐比三張還要強 好 講完了 好可憐喔 新的北歐有自產種族豬欸 三張都沒有 好可憐 好 又是4張 欸哈 好 我們 持之遺痕喔 偷我卡 算了 我沒看到緊張啊 但是 應該至少兩張吧 該為這次是最多 史上最多抽的一次吧 好 好 我看一下我的背包 剩一下 欸其實還蠻多的欸 我才抽了大概快一半 好啦我覺得今天抽卡 幾率大概先實測這樣好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試試看啦 我們抽最後一次 就好了 因為其實抽起來 都差不多啊 就是 把它抽完這樣 我的工作就是把它抽完就好了 哇 欸最後一個 什麼顏色都有欸 有白金 有銀色 啊就是 欸有金色 也有普通的顏色 哇 這個抽全部都有了 好 OK 三張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的話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 關於新卡的 呃 新機率的測試 別忘了我按下 按鈴鐺 按鈴鐺 下次也有新的影片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